为什么很多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人 在中小公司活不过一年 要不就是主动立职 要不就是被公司认为是水货 是骗子 然后就被公司裁掉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公司 根本就不敢引入 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人 或者说是越来越谨慎了 前段时间有一件事 就刷不了朋友圈 在很多程序员的群里 就是转发 那就是阿里巴巴P7的员工 被参与四个月了 然后面试了30多家公司 还是没找到工作 这可是阿里的P7 你想想 很多人可能对阿里的P7 没什么概念 这么说嘛 我简单说说阿里的这个知己情况 阿里的知己 它简单是主要是分为 P系列和M系列 因为阿里之前是做B2B发家的 当时是需要很多人管理人 管理销售 这时候这管理层都是M系列的 所以这后面就是公司的不断发展 就目前的M系列 就不对下层的员工就发了 现在绝大部分的员工都是走P系列 也就是技术路线 从P1到P14 当然P1、P2、P3、P4 就是比较初级的 就是这里都不多说了 P4和P5呢 主要是阿里干活的主力军 也就是中高级的工程师 P6就是资深的工程师 P7就是技术专家 P8的话就是高级专家了 P9就是 他说怎么怎么说 P9就以上的就是研究员 什么科学家什么之类的 跟一般的人就已经关系不大了 都是什么副总裁 副总裁级别的人了 所以说阿里的P7就是技术专家了 年薪加股票已经过百万了 其实这样就被裁了以后 还是有点慌啊 因为他被裁员的时候 这四个月就灭世了 就是大量的公司 就灭世了30多家公司 最后只有一家公司录用了 然后他们两口子是越来越着急了 因为他们有房贷有车贷 上要劳下要小的 年龄也不太大 才34岁 现在找工作经历这么难了 难度远超过他们之前的预期了 刚开始还以为 有了阿里的工作经历以后 找工作更容易了呢 现在才发现 离开了阿里啊 自己什么都不是 其实呢 他找工作的根本的 他找不到工作的根本的原因啊 就不在于他这个什么技术水平啊 技术啊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毕竟在阿里能做到P7了啊 问题是他在找一份工作 能跟之前的工作上 差不多的工作 在阿里啊 可以轻松的拿到年薪百万 你去其他公司 你再想想拿到这个数 是不是有点难了 除非啊 还是在这几个互联网大厂之间 在找找了 当然了啊 现在互联网大厂 都在这个人员优化呢 几乎也少了 既然这时候啊 如果想找那个中小的公司啊 那就尽量放下身段了啊 别说自己是阿里的P7了 更不要说自己的阿里 是年薪百万了 可以稍微把自己的预期啊 降低一些 比如可以说你在阿里啊 之前是P6啊 期望薪资是六七十万 都行吗 这样找工作啊 稍微容易一些 就算最后给不了六七十万啊 能给到五十万也可以吧 他毕竟比一直找不到工作也强吧 还是回到咱们刚才说的主题上啊 为什么很多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人啊 在中小公司活不过一年呢 要不就是主动立职 要不就是被公司认为是水货是骗子呢 然后被公司裁掉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小公司 不该引入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高批人员呢 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高批人员啊 一旦接入中小公司啊 一般都至少是中层管理了 甚至是高层了 这就会导致啊 就工作内容跟之前的完全不匹配了 因为在互联网大厂的时候啊 高批他是技术专家是技术路线 而到了中小公司以后呢 这就是中层管理或者高层管理了 你从互联网大厂的技术岗位 直接跳到中小公司的这个管理岗啊 这就买下了就是不欢而散的这个隐患吧 为什么会出现从现在在互联网大厂是技术岗 到中小公司是一个管理岗呢 因为在互联网大厂你是技术专家 你只要负责你自己负责的那一小块就可以了啊 比如互联网大厂他比较有钱 他可以给到什么年纪百万 而中小公司呢 一般是不可能给一个技术岗年纪百万的啊 中小公司啊 只可能给那个管理岗就是给个年纪百万 这就出现了啊 求助者原本是技术岗 但是他期望的薪资啊 是对应的是就是中小公司的这个管理岗 如果中小公司想用你的话 只能把你放到管理岗上 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啊 这里面涉及到就是 互联网大厂和中小公司的这个分工管理的模式问题 互联网大厂讲的是精细化啊 就是中小公司他可能更偏向于就是全能型的 所以说啊 一个人一个习惯了在大公司 就是精细化模式的这种人啊 他未必能适合这中小公司的全能型的要求 不管你在互联网大厂是他技术专家 还是产品专家 还是都是 他都是在某一个细分领域 可以做到很精很细很专 但是呢全过程和全领域的经验他就欠缺了 毕竟互联网大厂的产品通常都是已经很成熟了 大的方向就是试错的 已经已经完成了就是 你就没有机会再做什么比较大的决策了 你只需要在刺激中就是修修补补了 但是到中小公司就不是这样的啊 中小公司的产品都是往往就是还没有定型的 技术积累了就是还不够深厚 各种体系嘛都需要搭建 市场也不断变化等等啊 这就需要你有不断的试错的勇气啊 又是迅速解决问题的能力 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你在互联网大厂 他可能是技术专家 也可能是什么前端技术专家吧 也可能是什么架构技术专家 还有可能是你是测试技术专家等等吧 不管你是什么专家吧 在互联网大厂每个方向都是有不同的部门 比如你是做前端的啊 你在某某前端研发部 比如你在做后台架构的啊 你就会有什么后台某某研发部等等吧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技术负责人 而你一到的中小公司呢就不一样了 这公司的什么前端呀后端呀测试啊 产品经理呀等等吧 还有项目管理呀 甚至服务器的运维啊 他人员都是都有你管 你肯定会有很多工作 都是以前就从来没有涉及到的 你短时间得不适应啊 是很正常的 不管是工作强度吧 还是内心压力吧 就是各方面吧 跟你现在后来我大厂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很容易造成就内心的落差吧 这就是时间长了的话 就容易出现主动力主动辞职什么的 就算你不辞职的话啊 公司老板原本就是对你期望很高 结果你现在工作进展就不顺利 你会让老板对你失望了啊 想想如果老板哪天心情不爽了 肯定会第一个拿你开刀 对吧 毕竟老板花了这么多钱啊 而你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所以说呀 中小公司啊 尽可能就是别 尽量就是别用 那个大公司中的新闻领域的小的leader啊 来负责你公司一个大的 大面的一个工作 当然了啊 这里说的是尽量啊 这要是也是也得看人 肯定有很多能力强的人啊 但是需要你公司进行渗透筛选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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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